好,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政府是不是真的 让大多数的百姓 觉得现在执政做得很不满意呢 政府不做,谁来做 有人跳出来说,没关系 如果政府一直不做,我们来做 来应要附路交流 但是呢,绿营做不到的事情 蓝营做了,绿营是不是又要炸锅了呢 吃不到葡萄又要酸葡萄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好 我们先关系的是 针对对蓝绿白立委的表现的满意度 根据最新的调查 来自于静电视的民调 满意的蓝营的38.9% 满意绿营的39.5% 满意民众党的30.6% 但不满意的部分 我们要同步带大家来关心 不满意的部分呢 最高不满意的是民众党立委的 这样一个不满意48% 民进党则是43.6% 蓝营国民党则是44.4% 好,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跟大家来分析分析 蓝绿白立委不满意大于满意哦 好,在蓝营的满意度比上次增幅是2.1% 那绿营的满意度呢 比上次是减少1.2%哦 所以可以看出来 自当中对于蓝营的满意度是有增长的一个现象 不过对于绿营的立委的表现 却是感觉大家好像有点比较更不满意了 那其实我们就来看的是 好,这次这回傅宽奇他也证实了 继马席二会之后 4月25号到28号这段期间 要帅团到北京以及上海附路去做交流 好,当然傅宽奇他是我们国民党党团的总招哦 他就说呢,政府不做 没关系,那我们自己来做 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只要民进党你敢偷袭 国民党将会还以颜色 所以呢,可以看出来 现在蓝营有很多的规划、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要去附路交流 那国台办主任宋涛则是表态说 渴望会见 这回因为可能 渴望可以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 那大家也在高度关注了 希望能够两岸增进学术文化 观光旅游等等项目的交流 能够更进一步 但是这回是不是有人开始capable了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民进党访团干事长吴思尧 他表态 希望立法院的意识能够如常运作 所以他呼吁哦 如果这个访问团到中国大陆 必须要正确传达台湾的民意 要主张台湾的主权跟主体性 立法院修会不代表没有事情 他也说韩院长应该 还是以立法院的事情为优先 那另外呢这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他则是表态说到底是要干嘛啦 如果要阿公啊捐钱的话 打一通电话人家就捐了 有需要跑这趟吗 这是王毅川的一个表态 不过我们就来看一下的是 公督盟执行长张宏林 他就说立委他也当然这回是反对啦 立委领钱不开会 要去做其他事情 仿中行程他认为又不公开透明 有什么资格喊国会改革呢 所以看出来这回政府不做 蓝营再也要来做 但是蓝营要做了 绿营又炸锅 我们头目就来看一下是上报独家 他们报道 马锡二会后中国再出招 打算拟邀韩国瑜 在八月休会期间率团访中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亲韩人士有一个最新的 驳斥的一个消息 他们说魏藏接到来自于 对岸的邀请访问 所以目前没有任何访中的安排 所以他们也不清楚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 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 那北京如果邀请韩国瑜来做访问 势必将民主基金会 从台独黑名单给除名 对中共来说 将是另外一项打破纪录的创举 所以看起来对于八月休会的时候 韩国瑜到底会不会访路 目前亲韩人士是予以搏斥 不过我们回过头 我们继续来追踪刚提到立院 国民党的党团的总招傅 傅昆锡下周要率领二十多位的立委 到大陆去做访问 现在呢有人担心刚提到是说 运会期间动不动就上演表决大战 这个时间点如果不在台湾 会不会不妥呢 不过对此傅昆锡他呼吁 他认为民进党团 你们就不要再搞偷袭了 那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燕秀也说 自己的地方行程其实很多 所以他不会参加 不过他相信傅昆锡会做出 最好的规划以及安排 我想身为国会议员 本来就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政府不做 我们自己来做 来推动两岸的对话 能够带动两岸的和平 还有百工百业都能够兴旺 让这个光客能够再次走进台湾 让我们的农艺产品 能够再行销到中国大陆 我想这是我们全力要推动的事情 对于民进党会不会在运会期间 来偷袭这个国民党 把报告事项再把它拉下来 我再次的跟全国国人报告 只要民进党敢偷袭 我们下一次运会就把它导正回来 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民进党只要敢来犯 我们立刻就会欢迎颜色 我们所有的法案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耽搁跟影响 我最近地方行程很多 我不会去 我相信党团副总招会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 两岸其实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交流 用更多的交流取代对话取代对抗 这是国民党一贯的基调 那我相信党团会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 那也尊重各自委员 他们在忙于公务之余 跟对岸去做正常的交流 国民党团总招傅宫崎 证实他将在520前要率团 率国民党立委访问中国大陆 不对此呢 民进党党团肯市长吴思尧回应说 他希望立法院议事如常运作 也呼吁访团到这个中国大陆 要正确传达台湾的民意 要主张台湾的主权以及主体性 我们当然希望那议事能够如常来运作 那有传出傅宫崎总招会带挺多位的 国民党立委一起到中国去访问 我们当然尊重他们的行程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影响到 立法院正常运作的议程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议程就是应当往前推进 作为国会议员在会期当中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监督的本分 在国会认真的问证 那现在傅宫崎总招要率领 国民党的立委一大团要往中国 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提醒 那国会国民党团 尤其是由党边率领前往中国 那他当然会被各界所瞩目 所以这一个国会团 国民党团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在中国见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安排了什么活动 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国民党人 那到中国去代表的就是台湾的国会 情所言所行 要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 要传达台湾民意正确的讯息 我们希望这些附中的交流 就让他回到交流的本质 不要承载太多政治的意图 传出这回傅昆奇 一行人将前往北京陆方将以高规格来做一个接待 时事评论员 谢寒冰认为傅昆奇这个举动恐怕会落人口舌 他也分析大陆现在没有对岸两岸关系 多做一个表态 是因为在等 等什么呢 等赖清德520的演说 至于他能不能够做到让对岸能够放心 谢寒冰认为似乎是不太可能 大陆那边是在等赖清德520到底要讲什么 你到底想打算干什么 就是听其言观其行 然后之后再看赖清德怎么做 大陆再予以回应 所以他们现在并没有很强烈表态而已 那可是赖清德会做到 让大陆觉得放心的地步吗 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我根本不认为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赖清德顶多只想让美国满意 他不可能会想让大陆满意 他没有这种想法 那问题是美国会满意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觉得傅昆奇他们现在去 其实我觉得反正去不去 都会被挂上中共同路的人 所以你去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 如果民进党不想交流 那就不要交流 那就不要交流算 对啊 为什么国民党要去帮他挡住这个东西 如果两岸之间真的要往战争 这个方向走 民进党真的执意如此 那就走啊 那不然呢 谁叫他执政 这是台湾40%人的选择 就是这样子啊 就让他们去试试看嘛 我跟你讲民进党会 自己会缩回来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